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只是屈居牙骨拿了第二 合不不紧要 他拿第二进入娱乐圈发展 应该有些东西 但是他所拍的电影和电视剧 《寥寥可嫂》 没什么哪几套 其中有一套他终于淡赢 不过出来之后 他的演技恶平如前 在感情方面 虽然他男朋友多不清素 但是他永远没什么机会 他成为他人的首帅 也是 这么多人 到底陈淑兰 阿兰子 他无论在感情或事方面 是不是都是 差点一定要排第二 是不是就算他转行做了运动员 他也是拿到银牌 又拿不到金牌 到底他是不是天生 阿兰的命 陈淑兰 农历6月6日出生 生肖熟鸡 有一兄一姐 他自小就得到父母宠爱 一家五口生活无忧 1988年 中五毕业的他做过兼职模特儿 其后参加选美比赛 奪得亚军 继而进身娱乐圈 身材高挑 样子甜美的兰子 一出道就担任中艺节目主持 包括大家熟悉的 《欢乐今宵》 《花fit新世界》 《香港为什么这么过瘾》等等 虽然他是选美出身 不过就没有走美女路线 反而凭着大癫大肺的 傻大姐形象 成功在众多节目主持人当中 占一席位 不过在他开心形象的背后 1991年 兰子曾经因为父亲去世 和感情问题而患上抑鬱症 割墨致残 经过多年的折磨 他最终战胜命运 重新振作 低潮过后 兰子重回主持岗位 偶尔也有拍电影 虽然只是做一些二三线 兼且要丑化自己的角色 不过他都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 终于得到观众认同 奠定他的搞笑形象 所以至今电影作品 都超过十几部 96年 事业发展顺利的兰子 常做主角的滋味 可惜剧集 不单只没有令他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反而被评演技夸张 更加惹来不少是是非非 心灰意冷的男子 再次黯然离开电视台 02年就加盟香港电台 《开麦自禁》 此外的路长 म权走 正时公势 那的涉欸 视野无主角命 感情方面 "'兰子 well' 同样受到多次创伤 方忠迅 however 启文杰等 这个文件 可以用四句詩來形容 好了,又回到你60分鐘 玄機透視了 看到了,蘭茲在這裡 剛才師傅有一個命題 陳家碧玉,嚴光輝 贖得燃亮,代友情 難心慰擇,社群 然大智若語,好結采 師傅,先怎樣解釋 顧名之意,陳家碧玉 真是形容… 陳家碧玉 不是… 陳家碧玉 是說你的成熟蘭 形容蘭子其實在陳家裡 因為她應該排得很小 不是最小便是尾耳 所以通常都會得到 父母很愛惜、很愛戴 所以就像一個掌上明珠 一塊寶玉 嚴光輝是形容她漂亮 和得名氣的意思 而且大智若語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說她平時的為人 好像… 裝豬吃老虎 你很難猜到她想什麼想什麼 好像… 智慧很高 高得我們… 高得我們… 猜不到 大智若語 可以正面和反面 正面可以稱讚她很聰明 反面可以說人們真的很笨 不是… 我們正面… 正面… 我是聰明的 正面… 其實你就… 很驚動 我覺得兩樣都有些… 其實有些可能… 很細微的人情小姑 你是忽略了 但有很多大事上 你心水很清 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難得糊塗 不知道你是故意不記得 還是故意不知 很懂得去幫人打算 但有時又不懂得幫自己思考 看得通的事情 也未必會去做 你就是這樣的人 看來蘭智的歷程到現在 經常都好像… 阿姨是第一,永遠不到 例如港姐的時候 選了一個都要大熱門 但… 你是大熱門 但還是選了第二… 我特意想做第二名 我不是說… 那時候你不會很開心 不會的 我都說你是第一 誰是… 我那一屆是李嘉欣 怎會是第一 那時候很早期 我很喜歡張曼玉 張曼玉拿了亞軍和最上的小姐 我當時選港 真的不是想拿第一 我真的喜歡拿第二 心裡在想著 與以上的結果 當時選的時候 我拿了第二 拿了最上的小姐 我就好像張曼玉一樣 對,想著是這樣的 誰知道差很遠 差很遠 不過其實我當時也… 譬如說… 如果你是選美,我拿第二 說我是二奶男 覺得我不開心 我真的沒有 我也挺開心 我拿第二 因為拿第二是我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當時如果拿第二 就好像可以進娛樂圈裡 有一番作為 因為冠軍通常 我一年都會派你做到親善等等 所以當時也想著選港姐 是拿第二名 但是在家裡的父母也會很少理你 你也是排第二 你剛才沒有聽到師父說嗎? 陳家碧玉 我一年都會說… 我會說是炎光輝 你臉又多了 我家裡… 我爸爸媽媽很疼我 很疼你 其實他們年紀挺大 我 這樣就變成我哥哥和姐姐 他們出嫁了 而且搬出去住 我家裡是橫行霸道的 所以在家裡來說 我沒有兒子的命 即是沒有 對, 是很受寵的 很受寵 譬如你從選美 到開始進娛樂圈 開始做事 最初也挺順暢的 你覺得是否像命運安排 安排得不錯 我一直覺得命都挺好 很快就做大型節目的主持 跟很多比較成熟的明星合作 你會否覺得自己的命都挺好 其實我從小到大 也沒有特別大的風浪 譬如我的道路也挺順暢 所以以我的年紀 我又不是大至若如 我猜一件事 因為我很多事情都太順暢 所以我沒有機會 讓我去經歷一些很大的挫折 對, 去幫自己思考自己的前途 你覺得自己經常有很多貴人去幫忙 對, 認識到你也是 是嗎 你每一邊都算貴人 每一邊都算貴人 每一邊都算嗎? 對 好的 譬如你經常遇到貴人 而且我和你合作過 中間我聽到一件事 你經常聽到, 你好像經常說 你很容易有第六靈感 有的, 你問師傅 師傅… 我正在問你 師傅, 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是六靈感 我說是… 師傅, 他的命是否會有天分 是嗎? 其實在玄學上都可以看到 譬如一個人, 我們會看 他出生的月份 或者年月日時的配合 如果天乾地支出現這個味 或者新這個天乾地支 或者是醜 其實這三個字 特別是說第六感 如果以紫微斗數來說 其實有一個格局 藍子就叫做太陰星首名 太陰就是代表著神秘 對於磨擦的東西 或者是第六靈感的東西 其實, 坦白說 如果藍子對玄學上有興趣 其實可能他真的學一下算命 或者塔羅牌 我可以的 可能他會有一個挺好的成就 你有試過你有靈感 或者開口中, 說壞人 有些壞東西中過 好東西, 什麼壞東西 說些好東西 譬如說我有時候想要的東西 不知道我不懂得運用什麼力 說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譬如有時候某些東西 我覺得如果他贊助我, 就很辣 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試一試不知道運用什麼力 下個星期… 贊助我, 贊助我 下個星期就打給我 我不是只做一次, 就是這樣 有時候那樣東西我有就好了 自自然而我想要的東西 或者是… 我說你了 真的, 很有趣, 我做簽體 之前我就… 這麼多人有人贊助, 做簽體做代言人 如果我有就好了 可以免費做, 做那些都挺貴的 想完沒了, 一個禮拜之後 就在一個食肆那裡 碰到簽體的老闆娘 他們全公司在那裡吃飯 於是就過來, 有沒有興趣? 當堂吐飯營, 你知道嗎 之前你開口中就是想一件事 先幫我多點脂肪 脂肪一直都有, 對吧 很多東西都很重 這就是好東西 不好的東西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連資中錢的時候 心地不好, 偶爾 我記得有一個人 我不是很喜歡, 跟我有點過節 於是, 我去到一個遙遠 然後我就在那裡說 是晚上的 我這個人做的事 我覺得他好像對我不是那麼好 之前也好像有些… 我以為他對我不好 我鬼不忘了 他被人追求他10億債 試駕幾年後 我收到一個電話 他果然被人追求他9億多 那四省五入, 真的是10億 即是四省五入, 你也算多 對, 那一刻我就… 連這些也更重 那才是… 現在沒有做了 沒有做很久了, 大家放心 幸好你沒有說過我們甚麼 我聽秋冠說過, 你也說過 對, 秋冠說跟我跳完舞後 他就說很黑 要笑 不過不是 誰知道他對, 他跟我說 跳完舞怎麼黑 但我旺夫和幫夫, 沒理由 我可能只是旺一些我愛的人 旺一些不是… 可能他不是那麼熟 不是那麼熟 他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老公, 你就旺到他 你怎麼黑他 他說我跟他跳完舞 永遠跟我有親密的接觸 他前面那條路有很大的轉變 他說有一次他見到我 就特意跟我說 是嗎? 對 每次就… 因為賴我 可能是吧 沒什麼賴, 賴地硬 師傅說他家裡的蘭子 看回他自己的命 是否他以命 還是他真的很適合做這個圈 其實如果真的配合 我們通常會看人的事業位 和本命的位 因為蘭子本身是太陰星 而他本身的觀錄位 反而會照天亮 如果太陽配合天亮 就真的利於名氣 出人頭地, 做藝術家 他會很懂得跟別人爭 但太陰的性格 就是隱讓、穩守 而且他有一些自知之明 很多人不會勉強跟別人爭 但通常在娛樂圈 這類人反而失利 或者是吃虧 因為每一件事會遷就別人 看了別人的情況 或者不會有很大的機心 所以他在娛樂圈裡 會認識很多知己 但又不知不覺地 可能會被很多人利用 或者自己承受了一些 不好的條件 利用了他的好心 平時被人的印象 就是大點大費, 很樂觀 但其實我知道你 譬如在1991年的時候 當你爸爸去世的時候 你那時候基本上 進入了一個 自己都很亂、很迷失 而且好像試過患上了抑鬱症 你那時候很傷心 那段時間…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惹惡症 也有人說我撞鬼 那段時間… 對,我看了報道也… 我的情緒真的很大 因為我有一個人很順 我想我爸爸去世 對我來說的打擊也算很大 那段時間… 我每次都會去墳場 因為我爸爸放在那裡 其實是在那裡 我每次去 那段時間, 我也好像看見一些幻覺上的東西 到現在, 我也不知道 我是否是抑鬱症 還是別人說我撞邪 其實到這方面, 我也不知道 可能師傅在這裡 可能要你幫我算一下 其實1991年那段時間 究竟… 因為你問我1991年那段時間 很多事情都很模糊 是我身邊的朋友 反而他們更清晰 因為我那段的思緒 都…很虛浮 我的記憶不是很深 那你對爸爸的感情是怎樣 感情很好 因為其實我爸爸媽媽都很疼我 所以性格大情大情都是這樣來 因為很多事情都很保護我 當我爸爸過世的時候 真正學會和感受到一件事 樹肉正而風不適 只肉養親不在 就是這樣, 打擊他很大 可能那段時間 是我人生最大的挫折 我感覺上也挺跌到谷底 但當時你爸爸那麼疼你 為甚麼要… 你要自殘身體 正所謂發… 發諸父母, 是嗎 其實1991年 我除了我爸爸過世之外 那段時間 好像感情方面都比較複雜 因為其實我想我也是一個挺磁熟的人 在思想方面 那段時間我又要面對爸爸過世 以及在感情方面 對我的人生來說 也算是第一次遇到很複雜的感情 兩件事都被迫在我身上 所以我變成…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我是… 別人說撞邪, 我會自殘 還是那時候的情緒 接受不了那麼多的東西 於是想逃避 那段時間我自殘自己 當時我見血, 我就很開心 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很模糊 很模糊 不過是否1991年 我覺得對我來說 還是一個人生算是挺差的 好, 好 稍後回來就跟師傅說說 難指是否1991年的時候 是去到人生最差的一個谷底的位置 回來再見 剛才提到你在1991年的時候 開始自殘身體 但你要經歷很長的時間… 你才能克服嗎 因為我本身也是溫室裡的藍花 所以當我身上有很大的問題 自己不太懂得應付 一跌倒下的時候 也花了一段多長時間 自己去思考, 回復 有多長時間? 也有幾年時間 幾年時間?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屬於挺開心的人 但旁邊沒有朋友 有… 但你也不聽 我把自己躲起來 就算是那段時間有工作找我等等 其實很有趣 那段時間其實我的工作機會挺好 其實那段時間也有很多大的電影 很多…都正在抱我當中 而我自己躲起來不做 雖然當時嘉嘉喜時 高智森讀院專程過來找我去做這部電影 我都說我不做, 我很害怕 因為自己還沒回復 那我的朋友就告訴我 很多人想要這些機會都沒有 那麼多巨星在, 你不做 我去參與這部電影時 我那段時間還是很害怕 那我所要回復 就是我要重新去面對人群 去取回我之前成長的勇氣 那時候中間的時候 你沒想過覺得自己的命很苦命 很坎坷, 突然被你這樣打到自己這樣 其實那段時間沒有 因為我想一件事就是… 我爸爸過世的時候, 我沒有哭 我沒有哭不是因為… 而我想一件事就是演戲, 你會知道 通常去到某個頂點 你很傷心的話, 你是不會哭 還是笑, 太韌 反常了 是 變成那時候的感覺是… 我已經是… 感覺很麻木, 很多事情 就算是身邊發生很多事情 對我來說, 我不會應付 但我的感覺是… 不知怎麼辦 而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我一直在我的成長當中 我發覺很多朋友, 很多人, 很多貴人 在那段時間都為我奔走 我只看到人們這樣幫我做很多事 你一直在自閉 我還在自閉 或者自己在反思 你問我, 如果… 譬如說1991年是否很差 我覺得我就這樣 如果有人告訴我我的命 和朋友說1991年的事件 我就會覺得那年是這樣的 但當時我就沒什麼感覺 當時沒什麼感覺 是的 反而是之後再看才知道 是的 師傅, 那時候蘭子1991年的時候 他命格去到那裡 是否會遭遇到一些很… 其實算命格 因為蘭子本身是幾未月出生的 而出生的日子就叫庚人 其實五行, 蘭子本身是屬於庚人 就是庚人 因為八字裡, 整個八字都是土庚太王城 所以走返運或者流年大運的時候 出現土甘的天干地支 它就會是較為差的 而這個1991年就叫做新未年 其實新未年天干是屬甘 地支還是屬土 這個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神喚鬼戶的土 就是剛剛和他出生的月齡 是剛剛重複了 就是說這種情況就會過量 通常過量的人很容易是情緒失控 或者覺得很不安定 很沒有安全感 而且很容易我們覺得的人 就是說幻覺 或者在統計上 很多人覺得自己是鬼上身 其實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但會失落感是很大很大 就像自己和空間隔斷了 或者思考很外製 就是土的特性 而去到1992年 其實就是叫做任新年 天干任其實影響不是很大 但地支仍然是一個金 而且和他出生的日子是相沖 原來我們計算 日子的地支就會是叫做夫妻位 其實看夫妻原來就是看日子 所以其實1991年和1992年 男子應該的遭遇就是 爸爸健康問題 失落感很大 和人的溝通問題 或者自己出現很多自閉失落的感受 而2002年 感情運更加不順利 所以其實那個階段上 因為連接兩年都很差 所以我覺得雖然大運是好的 其實他走的大運非常好 因為25至35的時間 其實他一直走的叫做炳火的運 其實一直走火運 本身是好事 因為他本身五行 這個金遇到火是得到提煉 其實是很多貴人 很多支持 但那兩個榴槤的配合 就變成了自己不把握機會 放棄機會 與世隔著 甚至乎自己有些自我自殘的傾向 自殘的傾向 但你譬如過了這段時間 到了1996年的時候 突然間離開這個圈 做了公關 其實我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計劃 不要覺得我好像大肢一樣 我以為你想好了 離開你的圈 不… 其實我有些事情都很…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我之前有機會去到外國 在那邊有個玄學家跟我說 他說你的命是會重傷的 我說 我平時處理人際關係等等都很差 怎麼會重傷的計數有差 這樣就不以為意 然後那段時間很流行一件事 就是找一些我們現在所叫的代言人 他們就是叫某間公司請他們做公關 就是找一些藝人做公關 那時候我回到香港 就有一間抽牙煙機公司 就找我做公關 而幫我安排了房間 又安排司機 就是可以了 你隨時喜歡的話可以上班 雖然我掛名做公關 但他很多事情真的現成 又有房間 又有些隊伍給我用 就好像在公司 我心想, 那麼方便 不如… 挺好 有司機, 是嗎? 不如學習一下 就覺得挺好玩 然後那條軌道就好像慢慢推動我 就走這條路 就不是我自己的計劃 然後之後加入電台 也是這樣 沒有特地想試玩一下電台 然後就做了一段時間 今天又過當 也做得不錯, 以我來說 不過在人事上 我始終都覺得對我來說很複雜 因為他們的運作 跟我們娛樂圈的運作是不同的 他們的運作是用另一方面的運作 人事方面 我們娛樂圈比較自我一點 我不太懂得應付 於是覺得 有些事情好像自己在這方面做不來 又是心想, 是時間要移動 怎麼辦? 應該移動甚麼好 剛好在電台 楊振耀先生打電話來問我 你有興趣做電台嗎? 有… 又是第二次的反應 然後於是機緣下就轉了改造電台 其實你每次當你想要是否要動 或當你想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自然的命運就安排到你 對, 很有趣 讓你動了 對, 很有趣 他從電台再回電視台拍劇 拍FM701 那個時候是你自己決定 又是你自己不擔心 對, 很有趣 但那時候為何如此慘敗 老實說, 我又不覺得慘敗 對… 因為雖然… 但當時的電台也開始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愚震 愚震就是有些人事的變動 因為楊振耀先生 他令某高咒 我跟他拍攝在某個雙營機構 我覺得又是有份感覺湧上來 覺得不對勁 那個感覺好像… 有一點感覺 好像不會在這裡久留的感覺 又是這樣想的 然後電視台真是真小姐 就打電話給我 就告訴我 他們將會拍一部實況的喜劇 FM701 問我有沒有興趣 當時我也在想 當時Dudu姐做一個男生女愛 收視非常高 就給了我一個希望 於是我就… 好吧, 我毅然斬了電台 轉過去轉換另一個工作 會否覺得自己… 當不坐正時, 挺好的 當坐正開始亂了那張椅子 就開始很多東西都會動 有沒有自己回想 我也沒有 因為可能那張椅子不是我自己的椅子 是別人幫我換 所以我的感覺又不是那麼強 而FM701那段時間 其實很多人覺得… 千夫所指, 每天都有很多不好的新聞 很多是非 你問我, 別人說對我來說打擊很大 對我來說又不是因為這方面對我打擊很大 最大的打擊又是因為我事業和愛情 同時間給壓力 這樣一個若果是藥得纖纖的女流 要應付工作和感情 反而有一點吃力 師傅, 但他是不是經常遇到一件事 就是愛情和事業 或者一件事…所有不好的事都會同時發生 他會同時發生 其實我想因為女性算命而言 很多時候我們會計算過所謂觀察性 觀察性就是責任、權力、地位的東西 但女性而言 因為以前女性沒有事業 借用就會看她的先生 或者她的伴侶的地位 或者她的爸爸的條件 所以如果相對 因為其實2000年又是更神年 原來更神天干屬金 地支是繼續土 一遇到金土的年份 就完全配合不好的條件 其實金是可以說氣管、呼吸系統 以及聲帶 對,那時開始爛聲 所以其實在這段時間 聲線會特別有問題 而土是埋金的條件 所以你的天分很容易 做得好的事都可能會被人埋沒了 譬如劇本是這樣的 有些人會說不好了 你不如這樣吧 但這樣後,可能錯了之後 又不關他的事 是你的 就會遇到這種情況 這些可能是人事協調的關係 但其實八字亦會提到 金和土是你的記 所以就算做一件本來好的事 在命運安排上不好 結果,結論是不太順利 不太順利,但不能自己避過 下次會再感覺到這種事 不會再有壞運行 我想我們要看他的將來 將來的條件才可以改變 因為過去的事情不能回頭 是的 那就要看看將來 待會兒回來,我們看看… 什麼時候說老公? 對,現在我給了兩拍 兩拍,還有兩拍 接著兩拍,還有兩拍 說了陳淑蘭 到底他能否選擇他 他的感情是怎樣的呢 不擔心 繼續演吧 那時候是你和方信是圓盡分手 還是大打出手分手? 當然是圓盡,你是圓學節目 不是那個圓 又不是打球繩節目 不是那個圓… 我很相信緣分 那時候很有趣 我之前拍拖 四年是一個回合 四年是一個回合 對,四年是一個回合 我跟他差不多四年 自自動動又會另一件上位 是不是呢? 我人生裡是否四年一個呢? 其實剛才也說過 你的八字裡面其實是有人、身、害 三個字的 其實人、身、自、害 叫四翼馬 這四個位置 子、醜、人、貌、臣、自、五味、身、有、率、害 其實每隔兩人就會出現這樣的條件 一般人拍拖的條件 第一年是最難過的 然後是第四年 其次是第七年 然後是第十一年 所以這是感情的關口 但在感情的關口之中 但你的八字裡面就會出現 翼馬位在你的夫妻位那裡 就是說如果你夫妻位不改變的話 你將來應該配合一些異地姻緣 或者對象 四年和七年是你很大的考驗 第四年是最難過的 第七年是其次 就是自己要特別留意 很想我還沒嫁妥 所以嚴格來說 你之前拍拖應該是三、四年之內 就會分散一個對象 都是好事, 多見識一點 自己用月曆、年曆掛著 把日子抹好 買定四年, 年曆掛著 這個月份要小心, 隨時分手 但又不能避免 差不多好地地 到了那個時間 突然間有些爭執 不能避免 其實不是不能避免 是有些範圍裡面 因為你在走不好的運 走不好的運 基本上不是真因緣 其實如果說重前 你的桃花星, 我們叫紫茅柚 其實柚是你的假桃花 柚是什麼呢? 代表屬金 其實就是生肖屬雞 就是說屬雞的人 是你的假桃花比較多 如果我計算 通常剛對沖的位置就是某 某就是屬肚或者合屬狗的人 就是說你的姻緣 其實兔、狗和豬 是最深的 而你假的姻緣 屬雞的人是最多 就是說… 很多雞, 即是不溫屬雞 很多男雞來我 不是, 屬雞的男人 不是, 我第一個男人 屬雞的男人 就算是屬雞的男人 是呀 多少歲的雞都會過來 是呀 因為配合不到的姻緣 你就要配合一些不適合的桃花 不適合的桃花就是屬雞 就是說你以前如果假設 拍過六次拖 我想有五次是屬雞的人 即是五次或者四次 怎麼爆他 對呀, 別說了 張感情爆 別說了 別說了, 我們大家都沒有說話 別說了, 心不知你 你跟阿奇先生是怎麼開始的 就是…聽說… 原學吧 你很原學, 不是用法術 還是用鋼琼 沒有鋼琼 以後我還有男人想過來學會 很可愛… 我當時看到這個男人覺得挺好 於是, 我有個師傅 於是, 我的感應和感覺上 我問師傅 我挺喜歡那個男人 師傅說, 你看看能否寫個名字 放在桃花的位置 可以嗎 當時不知道 然後我跟他還沒拍拖 誰知道他時辰八字 就知道暗地說 你熟了甚麼 你多少月生日 總之每個星期打聽一個消息 因為你完全知道他的時間 我新年時 把他的出生物掛在桃花上 很浪漫 掛了之後甚麼時候生效 你知道普通的桃花生年嗎 桃花通常最多放一個月物謝 我把花一月放到四月 桃花中再開花 天都說給我一個啟示 他要過來你 剛才五月的時候他過來你 不是 差不多是新年那段時間 新年已經和合了 我想問晴晴師傅 我跟他叫你 他放這些桃花 旁邊左道嗎 可以嗎?是否有根據 你因為我做才行 其實在圓河上 花的氣味是真的會善情的 因為花香真的可以令人情緒高漲 而且真的令到你身體 在一些反應上 是神彩飛揚 或者童景愛情 或者一個人想很多愛情的東西 像人們用念力去研究水晶一樣 其實是一種自我催眠法 當然也配合因為花的顏色 以及在圓河上覺得桃花的方位 如果放一些能夠跟桃花感情有關的東西 可以令人動力大了 我明白了 因為他動力大了 他經常在阿琪先生面前走來走去 對,花之礁之礁 他人都會勇敢了 對,他就勇敢了 就要約人之類的 那就開始自助了 男人的自製力不是很強的 難過你走去,你就摘毀了他 好,我們經常在電台上說 你挺喜歡黎明 你有試過放黎明給桃花嗎 有沒有 為何不試呢 對 對 對,我買一顆白盒可以嗎 白盒 放在心裡可以嗎 白盒 我又不要放這種東西了 結果我跟阿琪文竟都分散了 不,你還不是跟黎明四年 也好 你還要有支持者,為了扔你 扔你 難以應用一些條件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 你提到以前的人會否回頭 很多人誤會 他拍拖 但根據命理,人們會覺得這個人經常會… 對嗎 這是他個人的優點 其實算是福氣 對 其實算是… 因為他感情注重 所以他念情 很多東西 其實土重的人寬恕心很大 所以容忍和寬恕是他的優點 所以亦都… 打完你也有好事 對 人家仲… 這個也是重關情 所以很多外面的雜誌 說我現在都很喜歡跟前度男朋友 前前男朋友那麼好 師傅,你說我的命 會否是好馬會吃回頭草的人 會否有這種… 不過如果跟著命去看 因為你是一個正觀、正印的人 有些界定會分得很明確 如果別人要跟你爭辯一件事的時候 你是爭辯的 即是你不會讓一個字 即是你不是的東西 一直都不會是 是的東西你會立刻認 最好的澄清 還有很多人可能以為 蘭子對感情可能是投資一些… 覺得是…這個…物質上 不介有錢人嘛 我實在很奇怪 但原來看回命格上 蘭子的夫妻位是太陽星 太陽星是沒有拖欠的 即是說這個人從來都沒有使過男性 一毫子 如果不是師傅說我的公文信 所以… 對 因為你的印象 還有你自己開玩笑 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真的 真的,你知道我這麼久以來 有一件事走出去 還沒花過男人的錢 男人說買東西給我 我當時也害怕 這件事有辦法破解嗎 真的,很吃虧 走回來… 不行 看吧,這段時間走回來說 怎樣去破解,你可以花男人的錢 還有師傅真的說一說 蘭子是否真的… 甚麼時候嫁了 這段時間走回來說 是否還可以說感情 對,現在說現在… 當然沒有 有空找你嗎 有空找你嗎 找師傅來找師傅算了嗎 平時找師傅不是這樣的 對,這段時間是這樣的 她何時才會再有姻緣 不是姻緣,何時會嫁得出來 這次要生孩子了 要不要下一節再說 真的謝謝你 不用了,這節… 要了她心事 其實… 因為你現在開始… 有跟沒有都直說 現在開始你走的一個叫月貌的雲 這個月貌的雲其實是你的淨桃花 所以其實你是大氣晚成的 你不要看早婚 你可以早拍拖 但一定不會早結婚 而且如果你說說姻緣 其實你要很留意今年 明年和後年這三年 如果大家有興趣留意一下 蘭子這三年 她的感情生活會有比較大的轉變 而且我想最好說婚姻條件 應該是這三年以來 我要應該留意一下什麼人 你知道我們這三年機會這麼好的時候 我不要走漏眼 例如類似那些男人 是高大、英俊、威猛 還是大約熟什麼樣 我不要走漏眼 其實如果配合… 我想因緣上 我想過去一直到現在 你是從來不會認識一些很矮的男朋友 因為你的夫妻位叫太陽 太陽一定是較為收長或高一點的人 這是第一個條件 它可以是肥,但一定會是高的 而且條件上 太陽可以是財子氣息 但財子氣息 可以完全沒有賺錢的才華 因為財子… 他有很多理論或許多條件 你別這樣嚴肯 別人肯要你也有才華 別說你去養他 而是他本身可以… 因為你一直下來 其實認識的男性的錢財是不差的 或者家庭物質的條件是不差的 很喜歡吃東西 但你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你夫妻位是太陽 你從來不會問你的伴侶去經濟支持 有什麼事情要破解 我想其實共同投資、共同事業 其實可以破解這個條件 因為他的財運就會帶賭給你 那他出錢我出力 他又會旺賭夫 或是跟丈夫或配偶合作去做生意 亦是一個很好的… 破解這個宿命的條件 但如果最配合的姻緣運 應該… 生肖你可以著眼 例如在熟肚或熟狗的人身上 可能機會會比較大 但其實如果說條件上 可能是… 譬如異地姻緣成功機會更大 因為你出生的日子叫做更人 人其實是逆馬位 那你夫妻位是逆馬 即是異地姻緣 或者因為旅遊出門 而交往的朋友 師傅,異地會跟外籍的人一起 還是住在別處的中國人 不是黃不明的吧 可以是外籍人… 可以是外地人 或者是取得外地國籍的華人 我知道 我國語和英文都不太好 我可能說少一點 婚姻就不太好一點 對,說少一點… 我看書… 他說人的聲音會影響夫婦的感情 夫妻是否… 好一點,現在聲音很清 所以黎很事近 很事近 其實我想比例 我不是想說某個人 但我用上學調教 大家比較容易揣摩 例如林青霞、林小姐 因為她的眉… 男性的眉比較多 因為比較深色 其實跟男子有共通點 這叫龍眉 龍眉… 龍眉這種情況的人… 因為眉是談談談戀愛的情況 這些人對感情很投入 而且很重情 但通常是不理早婚的 一定要遲婚 對,如果早婚或結交伴侶 其實協調性會比較低 所以通常會趨向是遲婚一點 不介意,不等待愛 而配合聲線是甚麼呢 是歸縮位 即是聲音… 可以說人真正是否發心 或者感情生活很好 大多數以上學來計 十個聲紗的女性 其實九個婚姻上 都未必是很協調 為何她經常吵架 對,聲音都三十秒 更加應該是遲婚一點會好一點 除非面上其他有好好的配合 否則,都會偏向遲婚 以及懶結婚 但如果她現在開始保養 自己好一點 吃潤頭的東西,燈發聲更好一點 好事就更加 這件事是天生的 強行人造的,吃八仙果 我想這是後天希望將你的改變 但可以,有一定的改變 我有事要問 我想問問,剛才提到二奶命 感情方面不是坐椅子嗎 還有,老公會否容易黏花椰菜 其實… 如果我看… 看你本身的八字 這就是你本身的人 容易被人誤會的地方 因為你的人是大情大情 而且有些大瘋大肺 根本不是很貪錢 又喜歡經常說錢 不是很… 花心… 經常說花心的東西 很容易被人誤會 因為你的八字裡面 編印和正印都出現了 無土和己土 正印和編印 其實正印就是我們說的 命理上正印花彈 好像演戲的正印花彈 真是搭正 錯正的 編印就是編房 或者是所謂現在俗語所說的儀奶 但你現在連份配合條件 就會偏向騙人 所以很多人會誤會你 或者已婚的人 對你好像很有興趣 但是你因為時上… 即是已婚的人 是正觀的條件 其實你個人這方面是很執著的 所以你從來都不能接受 做別人的依賴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一定可以坐正 做也做一三吧 對嗎? 所以取決是結婚和結婚不能結婚 不可能做到別人的依賴 那我丈夫會否出去找依賴 看見嗎? 即是有些命可以算得到 找個丈夫嗎? 是否很沒有? 即是人品很沒有? 其實因為你配合而言 如果早年去說姻緣的話 我們說早年… 即是… 就認識壞人 28歲之前 你可能會認識到一些… 不是,我覺得是好人 比較脾氣急躁的 或者是比較脾氣急躁的人 但人都是因為太陽天亮 也算是頂天立地 但情緒並不是很安定 或是你覺得飄忽難觸摸的人 但其實心底也是很好的 例如做義工 很肯為窮人 很肯施餘、很肯犧牲 是這類人 但他可能脾氣會差 但如果你28歲之後找伴侶 反而會認識一些脾氣很好的人 生得出仔嗎? 這件事我就想知道 我經常覺得蘭子… 他會是一個… 賢良熟德的女人 但會是一個很胖的媽媽 談男生 很多小朋友… 是否她的子女功 因為蘭子的子女位是正觀星 正觀還是丁火 其實火是你的喜用神 所以你很喜歡小朋友 很喜歡小動物 但原來在命理學上 有一個關係性就是 如果… 因為你的八字裡 子女位是微薄的 所以有都是小 但多數是兒子 但有一個條件就是 你不能夠做別人的啟媽 或者盡量不要養那麼多小動物 如果兒子就會增加一點 對,你的子女聲就會相應了 可能當貓、狗就是自己的兒子 可能喊也是這樣喊 招呼也是這樣招呼 對 變成… 小孩子… 每天都叫媽媽 變成了子女位就會變弱了 其實不僅你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反而有些人 名格上的子女位太旺的話 可能… 有些重物 反而會分減一點 不用自己生得太多 那就記住了 師傅說我的生命也挺開心 不太會學習 那怎麼辦 這樣的年紀不懂學習 我是否有問題 其實我想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其實面對疫境 其實蘭子也有一份… 我想有一個不是鬥志 他是平常心 可能經歷過一些打擊之後 他更加成熟了 瘋了 變成主事可以寬容 我想這份可能是一些要修行很久 或者要學習宗教很久的人 有兩句話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嗎 你自己… 有好老公給我 很快 好,我們下次找兩個節目 再詳細說說阿蘭自己的老公 這次謝謝你 先握個手 是… 可以讓我再說一句嗎